那因為上禮拜接到了這個電話 說 欸 你被告了 好不好 那我就先進去做筆錄 那我就先走了 來 交給你 這結束啊 當場是一壓這樣喔 沒有 不可能 還沒做什麼壞事 終於 昨天接到 彰化 地檢署 這個 你影片幾分鐘 我說二十幾分鐘嘛 他說那你說到它有一分鐘 我說沒有 幾秒鐘而已 我們就接下來下一步就是準備 對 應該快要撥開烏雲見明月了啦 好不好 反正今天進去也是問跟警察局 一樣的東西再問一次 就是說 欸 對方說要告你這個妨礙名譽啊 那你有沒有要妨礙他的名譽啊 我說沒有啊 我妨礙他的名譽 我說我不認識他 我拍這個影片 絕對不是為了要妨礙他的名譽而拍的 那我也沒想到 造成他不愉快 收到這個 台灣地方檢察署 10月7號收到了 我看這個發文日期是10月4號 好啦 不管啦 跟大家講一下內容好不好 主文 不起訴 那這個其實這個 不起訴書 其實在10天之內 如果對方覺得不滿意 他可以再去提起在意 在意的話 這拍影片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來了 又不是在馬桶了 來了沒有馬桶好不好 台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看到這個熟悉的單位 去一次不熟 去兩次就熟了 其實這上禮拜就收到了 這個就是上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的 有沒有提起在意的部分 那現在很明顯的 看到封面是這個的時候 我心裡應該就有底了 10月24號寄來了 內容很短啦 裡面就是講說 已經偵查終結了 不起訴處分 但是呢 告訴人在法定期間內 巨狀申請在意 經由原檢察官初步審核 任無理由 所以他就送去 台灣高等檢察署的 台中檢察分署 從彰化變台中 就是檢察官他又在意嘛 檢察官覺得 我判這樣沒錯啊 只好再往上面丟 我有跟律師講 律師的意思就說 我們就是等 好 現在就是看 高等檢察署 如果覺得判得不精準 那他就會再發回 彰化地點說 欸 你們這個要再省一次 就要再去開一次了啦 上一部影片也講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也跟他道歉 那如果他覺得 還是過意不去的話 所以他就繼續在意 接下來就繼續記錄 看看後面還有什麼發展 那就 下個時間點見 好了 終於收到了 這個是台灣 彰化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 上列申請人 因被告妨礙名譽案件 不服台灣高等檢察署 台中檢察分署 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申請駁回 我覺得這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上次是錄到說 他說他申請在意 可是其實他在意 駁回 但我沒有收到在意駁回 這一張通知 所以呢 他在在意被駁回之後呢 他又去提了一個 申請交付審判 就是他覺得 檢察官不行啦 我要申請說 越過檢察官 直接上法院 讓法官來審判 我有問律師啦 他說通常這個就是最後一步路 阿大你聽得懂嗎 其實他網上報又被駁回 他想要繞過檢察官啦 我有問律師 他說其實這最後一步 其實是滿難成立 因為你如果沒有什麼新的 試證啊 物證啊等等 其實你要繞過 檢察官 讓法官去判 基本上機率是低的 這是律師告訴我的 裡面呢 也有他申請 提供上去的訴狀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啦 就是他的駁回的原因 大概是有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 他再來提出的一些質疑 跟之前其實內容大致相同 沒有什麼 新的不一樣的東西提出來 我現在講的是 彰化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他覺得 駁回的一個決定的原因 第一個是他覺得 內容其實大同小異 然後第二個是說 公然侮辱他 加重誹謗罪的成立 要針對一個特定的人 或是可推資之人 那是因為 他覺得我的發言沒有 直接的連接關係 不認定是 我是在誹謗他 然後第三點 雖然呢有很多這個 新聞報導這件案件 可是他說因為新聞報導的影像 其實沒有辦法很清楚的 看清楚畫面中的人物 長相特徵 就即使去看了新聞 也認不出他們是誰 而且他覺得大部分的時間 並不是在講這件事情 整部影片裡面 只有24分17秒 到24分24秒 也等於說只有 7秒鐘 提到類似的言論 這個影片 並不是為了要北方他而去拍的 其實我大部分時間 還是在講撤子 反正他就覺得說 因為這樣 所以他駁回 而且本件不得抗告 結論就這樣 那我覺得我可以講一下 他們的律師 遞交上去的訴狀的內容 他有提了7大點 第一點他就是寫說 他覺得這個是有違反到 公然侮辱罪等情形 第二點他是說 言論自由 為人民最基本的權益 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 你要用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覺得 我沒有用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然後第三個 他說我在小試汽車等我頻道上面說 我們有多少粉絲 然後我們的上傳的點閱 都有幾萬到幾萬次的觀看 我們的影響力是遠過於一般的 正常人 他說有鄰居就來問說 聽說你在高速公路啊 在那邊揮 是真的還假的啊 因為他們這樣休整兩個禮拜啊 都沒有辦法上班之類的 他說我的影片 讓人家得到聯想 然後第四點 他說雖然呢 上面沒有寫到車的字幕啊 但是呢 我講的那句話 有影片可以查 但有一點我覺得蠻有趣 他說 他說我的頻道擁有40.5萬的訂閱者 只要訂閱追蹤 小試生活頻道的人均可在小試汽車生活頻道上面留言 不是哦 你不用訂閱 你不用追蹤 你就可以留言哦 好不好 然後他就提了很多下面的留言 在高速公路拋錨下來揮手真的很恐怖哦 反正他就講了底下一些留言啊 所以他覺得說這已經是公然 大家都知道他是誰 然後大家都來留言 他就覺得說很直接就可以聯想到他 那再來第五點 他說我在111年的9月21號影片標題 共犯拍影片拍到被告 好像是那個好像是短影片嘛 他說觀看次數達11萬 我們那個短影片有到11萬哦 我不知道 他覺得我們並沒有引以為戒 就是我還在漆皮下眼發動態啦 是不是企圖在博取訂閱的關注 而且為了日後的影片鋪陳 然後他說哦 有很多他的朋友什麼日澳得飛 甚至大陸的台商均紛紛打電話來關心 就意思說我們的影片 大家都有看到的意思啊 可是我是覺得這樣 第一個我被告了 難道我就要哭上的臉嗎 況且我也沒那個意圖 我也不覺得我自己有罪 我就算被告我也可以發動態吧 而且我又還沒定罪 你怎麼會認為我就已經有罪了 你會覺得說哦 好像我被告了 我就必須要愁眉苦臉嗎 不是吧 我日子還是要過耶 我還有我的觀眾朋友 可能也不希望看到我愁眉苦臉嘛 身為公眾人我就是這麼可憐 心情不好不能表現出來啊 然後呢 他說有一段很奇怪哦 他說我說的那句話 當我在彰化刑警大隊傳訊之後 我自行下架此一小段 不倫不類之言語 我們從來沒有下架過那一段啊 他這個律師為什麼會講說 我們把那一段下架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改過那個影片 而且一則留言應該都沒刪 我們去做完筆錄 我們從來沒有修改過那個影片 所以我不知道他這一段是怎麼來的 而且他還講說 這個是不倫不類的言辭哦 還說我明知故犯 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覺得那個沒問題 幹嘛要下架 我沒有下架 一直都在啊 我沒有修改過 你可以去Youtube調紀錄 我們從來沒有修改過那一段影片 然後他的意思是說 我是二手車商 為什麼要突然講到 新車高速公路故路的事件 啊我們不是有講了嗎 我們是在討論行車安全嗎 所以才拿一個新聞出來 跟大家分享就這樣而已嘛 好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第六條 他覺得我不是哦 是我自己覺得是哦 有時候看他這個 莫名其妙會 爬起來你知道嗎 他的意思 自詩這兩個字就是 別人覺得我不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是 好啦我不是啦 我不是 他不要再這樣認為了 我沒有自詩 我不是 我只是一個平凡人而已 他寫到這邊的時候 頻道擁有40.7萬訂閱 他有增加哦 剛剛說40.5 他寫到第六條的時候 他變成40.7萬 代表他是花了很多天的時間在寫 他寫到第六條的時候 我已經變40.7萬了 然後他說 他說他又講到一樣的東西 他說他在看診的時候 掛號櫃台就先關心 詢問告訴人說 聽說你在高速公路上起來 什麼晃來晃 腰晃什麼求救 是真的嗎 他就覺得說 他又受傷了 他說我後來 我又分享了這個 是的 我被告了的那個影片 希望獲得 瀏覽影片網友的關注討論 企圖博取觀眾同情 就是說我們拍那個影片 是為了要帶風向 並在影片一開頭就欺騙觀眾 111年4月8號到陸港派出所做筆錄 明明我4月11號 他們夫妻才去提告 為什麼我們4月8號就去做筆錄 那就是阿呆 你打錯了 你打錯日期了 我們做筆錄 明明就是4月13號吧 就是他去告完 他4月12號去陸港派出所提告 我記得是隔天我們就下去了 那個就是打錯 單純就是打錯而已 這樣子變成我在欺騙觀眾 怎麼可能我還沒告你就去做筆錄 你欺騙觀眾 推100萬不詳 我騙這個日期有什麼意義 我不太了解 我就打錯了 即使我打錯 請問對這個案件有差嗎 而且他現在在講的是我們的第二支影片對不對 可是其實 他這個案件在講的是RS300H那邊的事情 所以他又拿後面的東西來講前面的事情 我覺得在程序上有點問題 你應該就是針對這個事情 我覺得你這個有問題 我覺得要繼續重新審理這邊 你不能再拿後面 後面是後面的事情 不能把他混為一台 反正他說我欺騙消費者 他就是其他在打錯啊 第七個 他又在講 是的我被告 那是第二片 那跟這個真的沒有關係 那一部影片下面也有一些留言 有人說上網Google一下就知道他是誰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我有針對性 因為他覺得大家都查得到他 而且他還說 我還沾沾自喜的把偵查過程作為拍攝影片搞笑題材 而且呢 我還說這個地檢署只能夠接受光碟電腦設備落後等等 他想要企圖博取法院那邊的好感 他就想要讓法官也討厭我 簡單講就這樣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你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你身為一個律師 你本來就是要為你的當事人找到各種可能性嘛 所以他就講說我說那個光碟設備落後 可是我只是跟我的觀眾朋友分享 可能很多人沒有被告過 第一個讓他知道被告是什麼流程什麼情形 第二個我也來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時代 我的觀眾也會想說怎麼還有人在用光碟 最後反正就不起訴了 這個也結束了好不好 那我最後幾個就是 第一個 我們拍這個影片只是要跟我們的觀眾朋友去分享 這個被告的狀況跟情形跟流程 那這次的確拖的比較久 可能是因為他有申請交付審判 我也是一直到今天收到這一份之後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交付審判 我本來不知道這個東西 跟大家分享 你已經告了失敗了 然後你再在意又被駁回了 那你還是很不甘心的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去用一個叫做交付審判 這最後一步錄 看能不能越過檢察官直接到法院上面去做審理 法官看到這個東西看一看他覺得 的確有審理的必要 那他就會讓你越過檢察官直接來開庭 我們本次的案件看一看他覺得沒有必要 事情就完全就結束了 你就不能再針對這件事情 當然除非我們有新的在講他怎麼樣 那就可能就另外一回事了 因為提起交付審判 所以時間拖比較久 我記得第一次蠻快的 那第二次一直拖到今天3月8號 才完整的收到樹狀 那這個整個影片呢 拍攝起來做個紀錄跟大家分享 那也希望大家以後用不到 用不到是最好的 再一個跟大家分享 我有去問一下說我可不可以告他那個誣告 那其實我有去跟律師討論一下 其實誣告要成立的條件其實蠻嚴苛的 沒那麼容易 可以告 如果今天假設我今天的心態很簡單 誣告很難成立對不對 但我就想要讓他去跑法院 我可以抱著一個 我不一定會贏的一個想法 我去告他誣告 請律師也要花錢吧 或自己去 就像我們跑去鹿港一樣啦 要誣告不容易成立沒有 反正我就要告我就要讓他跑 反正數位又不用賠錢 我如果抱著這種心態 那我是覺得不要 浪費司法後來想想算了 我是覺得司法人已經很辛苦了啦 我們就不要再去弄這個東西了啦 那我們確實這個影片 我們還是再一次的強調 其實我真的沒有認識任何一方 他們的事情是他們的事情 我也不可能跟他們喇在一起 那我也不認識他 如果這個東西讓他不舒服 我願意跟他道歉 但我不認為我是故意的 我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行車安全 就這樣而已 很單純還是這樣 即使到最後呢 我講的話還是一樣的 而且呢 他說我企圖 拍影片要引導風向 我跟你講 如果我真的要引導的時候 我在做完筆錄 我就可以開始引導了 因為他裡面有一條說企圖 我企圖帶網友風向嘛 我如果真的要帶 我一開始我就可以帶 甚至我去那邊直播 在門口直播 都OK嘛 但我沒有這樣做 我就是不想要被人家覺得說 我們在帶風向 我們是網紅利用網路媒體去對他施壓 對律師施壓 對誰施壓 沒有啊 我如果要 我那時候就開始po影片了 我何必要等到確定不起訴 然後我才影片出來 我就是不想要去影響這個東西 包含這一次在意也一樣 上一次先拍 我說到在意 但我們也沒有上片 我們也是一直等到現在3月8號 確定被駁回了 我才拍這影片跟大家分享 這一段時間到這一段時間 發生什麼事情 並不是每個人都遇得到被告 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什麼叫做交付審判 今天這個我長知識 觀眾朋友也長知識 希望大家不要遇到這樣的事情啊 好不好 之後還會有影片啊 我說了被告了 日子還是要過 那天其實我們去彰化 去鹿港 我有帶他去吃點當地的小吃 我甚至連這個我也一直沒有放啊 我就是不想要讓人家覺得說 你嘻嘻哈哈哈哈的 可是我很單純啊 我不能因為被告我就不吃飯了吧 我被告跟我到彰化 可不可以去吃肉碗有沒有關係 沒有吧 我不知道我不懂啊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說 好像我要日子過不下去 的那種感覺 但是工作還是得做啊 吃飯還是得吃啊 就是這樣而已啊 之後還有影片跟大家分享 下次見拜拜